Good morning,早安 各位同学早 今天还是一样 总统老师,David老师今天早上在上海 互相往下,Sigitalk这个地方 然后给同学们来带一点美语的一个基础的语法 以及发音的一个基础的一些教学 以及练习 还是一样 因为最近老师都是在忙着把自己的书做一些整合 那当然有同学们在问我一些比较相关于发音的问题 那老师也稍微讲一下好了 我在想 很多同学们在想说 怎么样被生死可以精准一点 正确一点 那还有就是说 被生死的要诀 我相信呢 如果一个同学如果他没有质量的话 他的生死的量不是很高的话 他大概可以在某个阶段时 他是很顺 非常很顺 你读一些文章是可以的 例如说你常去买一些英语杂志 因为他出现的我们讲叫高频字 high frequency word 就高频率字 你一直读这些高频率字 确实只要不要去接触这个高频率以外的字 我相信只要读个三五年的英语 英文 大家都感觉上都可以读文章了 但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应该也跟我一样 跟周冬老师一样 如果你喜欢去看看一些新的一些事物的话 跳出这个框架 老师跟同学们讲一下 跳出这个框架就发现其实非常困难 像有些同学他喜欢读这个物理化学 他一辈子都在研究物理化学 他读的原文书也是物理化学 那我相信物理化学里面的专用字 对他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如果跳脱 直接跳出来 直接去读一些类似 类似一些生活方面的 不管是打篮球的 运动也好 或者跟这个fashion 这个也好 他会发现很吃力 为什么很吃力 因为里面用的词跟会 词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我讲一个简单的重点 在美国这个考大学的时候 他考SAT 他只有考两科 数学跟英文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考数学跟英文很简单 也不考其他科 其实他有点会错意的 所谓的考的英语 就是考跟英语 用得到英语这个文字 他全考 地理历史什么都考进去了 那就是统称叫英语 数学就要简单一点了 他就把一些 需要的一些数学 你会一种 大概其他几种也差不多了 就像我们讲这些 有时候我们在讲物理嘛 这些物理 每天用到了一些方程式 可能会考到数学 当数学科来考 所以为什么在SAT考英文的时候 有些同学觉得很困难 因为他把所有的科 集合在一起 就叫英语嘛 所以说你会遇到很多 你应该学会的生词 不管他是从历史来的 还是从地理来的 还是从哪里过来的 他要考你一个基本质量 就是你有个平均值 就是每个生活的环节 你要进大学了 你大概的英语程度在哪里 而不是单单只是考你 而不是单单只是考你 好像说你会不会历史 你会不会地理 你会不会国文 你会不会这些跟国文相关有关的课 这个就是我要跟同学们 在讲的一个很重要 你在学习英语 到底你是整体的 整体的这个英语的这个能力很强 还是你就是单单就某一个部分 也不错 那老师跟你做 跟同学们做一个分享 我以前就有教过一些同学 他的文科非常强 文科很强 理科很弱 不然就是理科很强 文科很弱 文科理科都强 如果我讲双强 我的定义就是两边都非常强的 这样子的人就要少 因为我们在讲我们 我们这个学习环境 一定大家的大脑一定分左脑跟右脑 如果你两个脑一样大 那你可能连科都一样强 很少遇到这样子的 在我教学这么多年来以来 要么就是理科比较强 他文科较弱 那他感觉有的理科很强 你感觉不到他文科弱 那是因为他整体非常强 那他的文科可能也在中上以上 所以你感觉不到他文科较弱 或者有的人他文科很强 你感觉不到他理科弱 那代表他理科也在中上以上 但是他一定有一个是较强的 不太可能是双强 双强这种不太合逻辑 那同学们一定在问 我要怎么样把英语的能力达到一个真正的强 我在讲真正的强 就是说你对所有的 所有的生词 不管他是来自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 或者是他来自不同的学科过来的生词 你都有基本量 你的基本量都在中上以上 那你就是英语还不错的 那当然有同学在问 中同老师就说 为什么发音有这么不同 发音为什么有这么多变化 我相信一个人 在数学英语的人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或许你看得懂 但你念不出来 或许你看得懂 但是你不会写 那如果说实在 如果你都会了 我相信你总有一个环节 如果想在听我的课的同学们 他一定是总有个环节 有一些问题想问我 那我是希望说 同学们就 有些同学真的是 不停的在 会问老师一些问题 那老师其实说实在 老师就给你一个答案好了 老师先来 把这个今天的讲义 先来打开来 今天当然我们是进入到第43课 那顺便老师把 我们昨天在教的 在我的CC群里面 我讲了几篇文章 老师的文章 那老师做一点解释 希望同学们 就是说在早上的课程中 你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老师不太想说 在早上课程 我们就只是在讲 固定在讲语法 固定在讲发音 那有些同学 他可能就觉得会枯燥无味 枯燥无味的时候 他就读不下去了 我们来看昨天有个 E A T H E 我们来看昨天有个字 有个组合叫 E A T H E 它的发音为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在th的这个组合的时候 老师讲一点发音的一个概念好了 例如说我们讲th的时候 他一般来说他都有两种发音 他要么发出 要么发出th这两个音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 我现在讲一点基础的一个英语好了 有些同学他就觉得说 那为何他要么发无声 无声或我们讲轻音 或者我们发有声 或者我们说拙音的 这两个音 好那我要先讲一个重点来 因为英语跟我们的中文的汉语拼音 不是同样的逻辑 先注意一件事情 你是怎么学中文的 中文的话你会发现 你一开始会学汉语拼音 或者你想学这个注音拼音 有一种系统 但是我们中文来说的话 不是学字 我们学字 好比如说 我今天学到一个蛋 鸡蛋的蛋好了 那你又学到第二个字叫高 你把蛋跟高合起来 那就叫蛋高 但是你会发现 蛋它永远都是念蛋 高它永远都是念高 是吗 不管你在讲高饼 蛋塔 鸡蛋 蛋白 蛋黄 那你高 你有高饼 那不管你用什么东西 跟高做做一个组合 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但这个字并不会 有第二个发音 或许啦 有的字它破音字 它有第二个发音 但是基本上 我们看到蛋的时候 我们不会再去想 它有没有其他种发音 所以我们在蛋的这个地方 放了一个绝对的 绝对的发音 跟绝对的定义 是不是 这个就叫蛋了嘛 对不对 所以 它有它的发音 但是我们是记这个字 再去记这个音 而且字跟音 不是同一个形式 字的写法 跟音 音我们 当然我们就有一个绝对发音 我们就指一个汉语拼音好了 汉语拼音来说的话 在蛋的那个地方 得安 得跟安 它的拼法是永远不会变的 你听到我的意思吗 就像学注音 得安 那一定有个得跟安嘛 对不对 这两个音 它是不会跑掉的 我讲它不会跑掉的意思就是说 你永远只要记得得是这么写 那我不太会汉语拼的得 是不是第一的 安呢 我们就有个音 在那边写 所以 永远那个字就叫念得 另外一个就念安 所以合起来就叫得安 然后你再给它四声就是但 这个是一个汉语的 我们讲的一个逻辑 我希望同学们比较了解一下拼音的逻辑 所以我们在中文的学习环节中 你有但这个字 字是不会变的 然后你还有一组音 我称它叫组合音 组合音 组合音是不会变的 因为组合音你把它拆开来的话 每一个音都不会变 但是在英语 它不是这个样子 同样是TH 它有可能有两个音 就像我今天讲的 它们要么念 要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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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音 是不是 要么念 要么念 所以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跟我们的逻辑不太一样 真的是不太一样 那 我又怎么知道它 该念这个 还是该念 对不对 这就变成一个区别了 所以当然了 我们在讲这个发音的逻辑中 进阶一点的国际音标 或进阶一点的发音概论的话 它会告诉你 大部分 名词的字 它会偏向念无声 大部分 如果你是动词 或者是副词 它会偏向 或者是代名词 它会偏向你念 那 换句话来说 你必须 你不但要被TH 它可能是这两个音的其中一个音 第二个 你还要被什么 你还要被词性 这跟我们用中文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中文在发音的时候 有所谓的绝对词 有所谓的绝对 因为我们把拼音一个一个一个拿出来 我们在重组 而且拼音是不可能有改变的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 中文难学 是难学在去认字 例如说这个蛋该怎么写 倒不是在研究说 难学不是难学在说 它的音 该怎么拼 那英文 难学的地方多了 难学的地方多了 有的人觉得很简单 26个字母 顺序编一编 就出来一个字 所以 我们在讲的一个 老师在做一个教学的理念 老师在做教学理念 我是希望同学们 能了解所谓的拼音的一个逻辑 进阶的你再去充字量 当然 像 有同学问说 路说为什么AL ALK BALK 为什么会念Balk 那为什么AL不发音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一个逻辑 因为英语它在设计的这个层面时 他们是用 英文的这个字母 来去决定音 英文的字母来去决定音 所以它不太像我们是用文字 来决定音 我们是用文字 我们有点类似 类似一个文字就是一个图像 一个文字就是一个图像 所以你 眼睛看到那个图像子 你会反射出来一个音 但英语就特别了 因为它的组合的环境 是用字母 所以它 考量点非常多 考量点非常多 现在你说Balk 可以发出Balk这个音的话 如果按拼逻辑的话 我来写几种 你可以Be OK 它也可以念Balk 是不是 O去那个取出来 对不对 那BAL可以可能也念Balk 对不对 但是 你要去想一下 英语有很多字 有很多字 或许 它在原声的时候 原声的一个发音的时候 它的组合性并不多 但是它跑到你这个音的时候 它必须要跑出音 例如说 我觉得有一个字 它可能想要念Balk 那我就要去想一下Balk 它到底可以怎么样拼出来 是Balk 那当然 在Balk这个字 你可以说它是Balk 也可以发出这个音 但是或许Balk 在环境上来说 可能已经被其他的声词 给拿走这个音了 那它没有的选择 它只能用Balk这个选择 因为 它想要念的是这个音 就像我们中文一样 我们想要念某个音 我们在创造字 所以英语也一样 它想要念什么音 它才创造字 所以说呢 有些字 我们会发现 它是同音字 但是拼法不同 这样的字非常多 同音字 拼法不同 那老师现在在跟你们讲 第二个学习的环节 让大家比较了解一下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像我刚才讲一个逻辑 我们是用字 我们用汉语的这个文字 我们用文字来取决于音 所以你会反射 一般我认为同学们 大概都是他们的字量 大概就是1000到3000个字 你可能看得懂 1000到3000个不同的文字 这是一个基本含量 我们以中文逻辑来说 那你的条件是 就是当你看到文字 我们只是把文字 不同的文字 前后顺序颠倒过来 但是每一个文字 它都有绝对的发音 我这样讲没错吧 一个字里头就是有一个字 或者它的一个破音嘛 那多数的字 是不是都只有绝对的一个音 所以说 我去举例来说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 你在看中文的文章 我们就讲一个 一个华人 他在看文字 他看文字时 他是 他用眼睛去做反射 你看到文字 转换成音 看到文字 只是顺序不同 但是音会不停地 输入到你的大脑里面 你在做一个整合 所以当我们在阅读文章的时候 我们很少听到 我们很少听到 有人阅读文章时 说他会念错 顶多就是破音字的时候 念错 要嘛你不认识这个字 要嘛就是破音字 不然你不会有念错的时候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对不对 但是对外国人来说 外国人来说 同样也是在读一篇文章 他做一个反射的动作 但是由于同音字太多 同音字太多了 然后在音的组合的 可能的发音 又非常多 以至于造成 外国人读字的时候 他比较特别一点 他读到不会的字 他就不会了 他可以猜得出大概什么音 但他的正确性会叫低 如果他没有学过 正统的一个发音规则的话 我们讲正统的发音规则 不是就是说他自己想象出来 所以说对外国人来说 他如果要读一篇长篇文章 我不讲短篇 我们读长篇文章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所谓的 他的一个英语的 我们讲他英语的 基本质量要高 他的基本质量要非常高 他才有办法做快速的反应 因为很多字的组合 他可以得到不同的发音的一个可能性 他可能得到不同的发音的可能性 因此 如果我们就以一个观点来看 如果你想做到 念个长篇文章的时候 你的正确性很高 判断很快 那跟中文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的英语的质量 必须是高的 你英语质量必须是高的 而且你对拼音的逻辑 也是要是高的 就像我刚才讲TH这个音 TH这个音 到底该念无声还是有声 到底该念轻音还是卓音 这考量于你对那个TH 你这个词是什么词 你要先搞懂 所以你在读文章时 你不但是在读文章 你还要去快速的分析 这个词到底是名词 还是形容词 还是副词 所以这个TH在这个位置 他应该把什么音 与丁东老师在讲的同学 应该要注意 所以你要注意介绍 B-A-T-H-E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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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TH 这时候他们可以很快念出这个二合福音 BATH Bath 它是Bath It's Bethany Tom 那到底 到底我们在讲的是B-A-T-H 还是我们在讲B-A-T-H-E 这两个词又是不同的词性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质量 如果没有上来的时候 到底它念Th 还是念Th 这个就是一个考量点 当然 英语还不错的同学 大概都知道 B-A-T-H跟B-A-T-H-E的最大差别在哪里 有同学现在 愿意回答我这问题吗 因为这问题其实不难 因为常常有人 想问我 想问老师 到底发音怎么分 其实我可以跟同学们讲 因为我研究发音比较 时间比较久 比较长 所以我读了非常多的文章 关于发音 其实这个B-A-T-H-E 跟B-A-T-H-E 最大不同的发音的方式 除了 当然你要先去 懂得他们两个 其实是不同词性的 词 所以不同词性的词 词拼起来很像 其实发音也不同 所以说 老师希望的 给同学们的一个观点 不同的观点 在我的书字中 在我给你的一些教学中 我是先教你运营 我是先教你运营 我先教你运营 然后我再告诉你 在不同组合的运营 它可能的发音形式是不同 我是用这个逻辑代理 所以你先了解 组合的时候 它的可能性 我就讲可能性 可能性 我知道同学们 一定会看到 我写的东西 他会说 奇怪 真的同样的组合 为何不同发音 所以你下一个功课是什么 你必须自己去看字典 再去做词类分析 因为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每个字 我都先去讲它的原生 我先去讲它的原生 我再带过来它是什么字 我再带过来它是什么发音 如果我用更正统一点逻辑 更正统一点逻辑 应该是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你学的很辛苦 因为你本来只是想学那个字 可是我按的顺序 去先教你原生 再教你字 再教你发音 这个应该很多人 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这算是正统的发音逻辑 所以老师是逆向操作 我是先教你这个发音 我再教你做比对 同样的发音 它有不同的组合 如果你有兴趣 你再去找原生 你再去找根源 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 但是至少你在发音这一段时 你可以得到一个快速 我们讲快速的意思就是 当组合音出来时 你会有个反应的时间 你该怎么发这个音 如果你吹 如果你跟我一样坚持 那你不断了想要了解这个发音 你再去找它的根源 这个就是我跟一般教学的方式 模式不同 但是有的人 他其实连发音的分类 他都分不出来 那我们就更不要提他 怎么去找原生 所以早上这个 今天就是老师给你们做一点 了解什么叫发音 什么叫发音 你为什么要去学组合音 组合音的概念是怎么来的 所以说希望同学们 早上听到我这个讲解 可以理解一下 所以说你有几种方法去学发音 但是不管你怎么学 你想要得到的最终答案 是在组合音这个地方 你可以有个快速的反应时间 快速的反应时间 因为我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这 外国人也是同样的 他在大量的组合音的训练下 他才可以得到一个反应的时间 因为这跟我们的中文是完全不一样 中文在汉语拼音 所有的发音都有绝对值 所以你把汉语拼音的一个一个音 抓出来 它不可能有第二种发音 你听懂我意思吗 但是音语不是 我随便讲个TH 它就有两个音 对不对 我随便找个SH 一般人认为SH字只有SH 那不是 千万不要这么想 这样想你就错了 SH有的人认为只有SH 错 SH有很多音 所以你要先去想 有些字的组合 它本来就会有两种或三种音的时候 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你怎么训练你自己 你怎么快速训练 所以你只能把同音字 同音组合 大量的一直反射性练习 你才可以得到快速的反应时间 比如说你把TH 有TH字全部拿出来排出来 每天念每天念每天念 那你遇到TH组合时 你的反应时间会缩短 那你拿出一大堆SH的组合音出来之 当然SH有很多种音 不一定是直接SH 对不对 那你快速的列起之后 那你在SH这个地方 你可以得到一个缩短快速 比较正确一点的发音 同样在SH也一样吧 SH有好多种音 它可以发出K 它可以发出SH 它可以发出K 少数状况 它也可以发出SH 我信你去找字典看一下 所以你如果不在这个TH上面多做琢磨 你怎么知道要念K 还是SH 还是SH 我在讲一个重点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真正的 想要得到良好的发音 良好的认字的速度 那你可以跟着老师的文章 因为老师的文章 每天都会在讲 很多字 你不需要懂那字 但是你可以一直不停持续的 发音练习 去得到一个比较快速 且缩短的反应时间 我希望同学们 听完我今天的早上这个 可以多得到一点 所谓的发音的真水 因为很多同学 其实他的问题都不错 我也喜欢说 同学真的有去想 跟着我的课程 跟着中文老师课程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OK Let's go to Basic English American English Grammar Basic Grammar and Pronunciation Lesson 43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43课 那我们刚刚讲的组合 我昨天的文章 五篇文章中 其中一个 E-A-T-H-E E-A-T-H-E O-T-H-E-S 同样在这个地方 昨天我那个文章 我希望同学们 有的时候 它就当作是一个无聊 偶尔去看看 这样我总是叫这个 O-T-H-O-T-H-E-O-T-H-E-S 在我的CC群里面 我分享这一篇 影音档案 其实它是一个很困难的发音 其实它是一个很困难的发音 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 C-L-O-T-H-E-S C-L-O-T-H-E-S 以及C-L-O-T-H Close Close this Close this 当然 有些人在讲这个发音的时候 有些人在讲这个发音的时候 你 可能看不出来 C-L-O-T-H 跟C-L-O-T-H-E-S 像这个就 有的人就说 这不就是Close Close 对不对 那这不就是Close this Close this 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有什么困难 我再告诉你 其实这个字 它在拼音逻辑上面的时候 是 它 确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音 你有发现它的T-H 有没有发现它 可以念Close 那有的人Close 对不对 有的人 不管它念的重或轻 它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发音的形式 有的人会看音标 它会抓一个正确一点的音 有的人看不懂音标 它其实它在 它念有声跟无声 它并不是那么明显 Close Clos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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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讲一点精髓的地方 在ES结尾的时候 在ES结尾的时候 大部分的朋友都有去学过 ES 如果前方是有声或无声 ES可能会发出S或Z 所以ES它天生也有三种话语在结尾 它要么念S 要么念Z 要么念Ease 是吧 对不对 那你怎么去区别Close Close this Close this 还是Close Close this 是不是 这个是 我再讲一个 这个是 比较正统的一点的分析方法的话 在YES的地方 我要先抓出前面这个音 我也必须要抓出前面这个音 到底是有声还无声 对不对 然后我才能再去决定后方的S Z 到底是念Z Z Ease 好 所以在这一段来说 Close Close this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 为什么 就我刚才就讲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因为按照国际印标的大部分的编制法 按照国际印标大部分的编制法 Close Close 它是名词 有没有记得一件事 我刚才讲国际印标说 大部分的PH 要发出无声的几乎都是名词 那问题是Close this 它本来就是名词 怎么会是有声呢 怎么会是有声呢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它还违反了IPA的一个国际印标的一个基本手则 而这个手则 他们有定义的规则在这边 所以我在讲 even though even though 你了解法语 even though you know pronunciation you know a lot of rules 你懂得非常多的规则 但是你还是遇到特规则吗 就是它发音形式 其实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它算特立字 特殊规则的字了 而且 注意 它在这边念 嗯 的时候 它后面并不是念 一词 它是指念日 所以它违反了两个IPA规则 它不只是违反一个 它违反了两个 因为在IPA的规则中 非常明确知道 S跟许的后方要接Ease 要接Ease 那如果Z的后方 也是接Ease 也是接Ease 所以你什么 你念什么Z在家里也是Z Z Z 你不能念Z 对不对 你听懂我的意思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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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什么S结尾呢 C'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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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 this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很多人會唸 close this 它唸的是什麼意思 它是唸 close this mineclose this 是不是 但是國慶印標課不是這麼寫的 它是this 所以 如果我相信你昨天有看這個文章 一定會問我 一定 其實老是公佈文章的 希望大家去看的時候 就是如果我在想有沒有同學 比較 比較聰明一點 就是比較 心機比較重的 或許他昨天我在交到這個close this 的時候他可能會給我提一個問題 那當然昨天我感覺好像沒有同學問我這個字 其實這個字本來就很困難 它違反了很多IPA的規則 那當然 老師的責任就是我給你一些 想法 如果你想問我就回答 所以這個字其實好不好念 其實也不好念 因為它在 你把這個 z跟z合起來一起念式 這非常困難念 為什麼 這為什麼非常 非常念 我們在講發音的所謂幾種組合音 是難念的 對於說 這樣子組合起來的音 一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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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這樣結尾的字 跟這樣結尾的字 它其實是非常難念的 其實非常難念 那這樣子的字 是在什麼情況下最容易遇到的 當你遇到TH 都配上SE8 的時候 它是最容易反映出來這兩種 困難而難念的組合音 因為它是兩個 連續兩個無聲 連續兩個有聲 而且都是輔音 而且前面的夾住舌頭 後面的又要發出這個音 好 老師 今天就把昨天的課程 帶到這邊我覺得夠了 那當然 希望同學 跟著我的實際群职 有時候看看老師的文章 或許你可以得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 在我們的英語學習上 除了正常版本的這個發音 你可以多學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好 那我今天進入到我們的語法 我希望說 同學們有時候就想想看 我給你的這些文章 我相信有的人願意讀 有的同學他是想學好發音 但是又不想學規則 那這個是 老師無法幫助你的 因為我也想學好發音 那為什麼我學了一大堆規則 所以有時候有些同學 他希望得到很快速的答案 就像我剛剛今天講的 如果說你去看 你中文你去看一篇文章 你的字量在1000到3000 你的反應時間縮短時 你念一篇文章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英語並不是這樣 英語你的字量如果只有1000到3000 你念一篇文章你是念不下去的 相信我 那跟中文的邏輯不一樣 因為中文的發音有絕對值 有絕對值 我們只用文字轉成圖像 輸入到你大腦再反射出 這個發音 那但是英語不是 英語它並不是圖像 它本身看起來就像文字 它就像發音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要轉換的時候 你還要再去把那個文字 再撕進去你的大腦裡 了解那個字到底是什麼字 BATH跟BATHE到底為什麼兩個發音不同 你還要再反射一次 就像剛剛是不是 既然有同學問 你看看我是不是今天給你幾個組合 BATH跟BATHE CLOTH跟CLOTHES 為何發音是這樣子 再想一下 我希望你透過這樣的練習 你就知道TH的它的Nature 它的原聲的這個發音 但你要自我訓練 你要自我訓練 你沒有辦法說 你不想自我訓練 但是你想看到這樣的組合 你能快速發音 這是不可能的 那我也希望說真的有看文章 真的去想 因為我如果 我剛才已經講過一個很邏輯 如果我每個字教你的時候 我先教根源 再教字 再教發音 你會受不了 所以我才用反向操作 先跟你講這樣的組合 有哪一些音 你自己再去做區別 所以你是強迫性的 背下它的這個發音的組合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又想了解為什麼 為什麼它要這樣子 有不同 同樣的拼法 不同的發音 那你再去找字典 那你再去找字典 所以我訓練你的 是第一個反音時間 而不是最後一個反音時間 所以說 同學們如果有問題 隨時都可以問老師 老師自己認為我在發音這一塊 應該也算中上吧 我每次都講中上 因為我不想把我的這些 得罪光我的前輩 這樣不好 我們看今天的第一句 Which hand do you like? Which hand do you like? I like the red one Is this one the same? Now it's different What about this one? Yes it's the same No it's not What about this one? Which hand do you like? Which hand do you like? I like the red one Is this one the same? No it's different What about this one? Yes it's the same No it's not We want these hats We want these hats 今天教了一個東西 要來做一個小小的複習 老師給你一個重點 這邊這幅文法 有的人也是一聽就懂 有的人一聽要聽好幾次 記得我在講什麼 我在講 當我們在講數量 當我們在講數量 數量就是數以及量 合起來就叫數量 但是數量之中 我們又把它區別出來一個區塊 就是數量形容詞 我們把它區別出一個區塊 數量形容詞給可數 或者給不可數名詞使用的數量形容詞 給可數 記不記我講 有er 有an 他們 也等於y 不可數 因為它沒有辦法數嘛 所以它沒有er 也沒有an 也沒有y 那你也有什麼 a few 兩三個 不可數就叫a little 這個是要背的 這個組合是要背的 請注意一下 那我們講 a few 再多一點 some 不可數也叫some 再多一點 a lot of 不可數也叫a lot of 再多一點點 我們叫many 因為不可數 所以它叫做much 那前幾檔課我們教過 肯定是 我們要 can i have some 否定是 do you have any does he have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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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是用在否定式 所以同學們先注意一些事情 這個叫做基本的數量形容詞的排列表格 a and one a few some a lot of many any 不可數 a little some a lot of much any 這請你背下來 好 再來 第二個環節 第二個環節 給可數的 自然 它可以有一個嗎 一個叫r 原因在前有an 再來 r跟an 又等於什麼 one 所以在可數的時候 你可以在一個名詞的前面 一個的時候你加one 多過一個的時候你怎麼做 234 567 89 11 23 100 11 1000 10 10 10 billion whatever you have the number you have the number 對不對 你可以在任何一個名詞前面放 數字嘛 可數的時候放數字嘛 代表它有幾個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叫做基本的數量形容詞 數量形容詞的一個表格 你必須要會背 而an one 不可數 沒有 超過1 2 3 4 5 6 7 8 1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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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Which hand do you like? 我们看,you like,就是你喜欢什么东西 Do you like? You like,你喜欢 Do you like,你喜欢吗? 你现在主持人,其实你喜欢红色的帽子 You like a red hat? Do you like a red hat? You like red hats? Do you like red hats? 是不是就照这样的句子 那如果你喜欢的东西 你不确定你是不是往前移 往前移的时候 I like red hats Do I like red hats? What do I like? I like red hats Do I like red hats? What do I like? 是不是? 你就把它往前移吗? 但是如果你确定你喜欢的是hat 只是颜色不同 或大小不同 同样你就是like hats You like hats 但是你只不知道你来的 What kind of hats do you like? 所以你就变得在 你就不是照what了 对不对? 你就不是照what了 你就用whoch 你用whoch 来做个问句 Which hat do you like? Which hat do you like? I like the red one 好 这时候 注意了 这个是什么字 这个是什么字 I like the red one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数量形容词 好 有没有发现到数量形容词 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 你必须要记得 你必须要记得 就是 大部分的数量形容词 我不敢说全部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 在这个数量形容词之中 又写了什么特别规则 不过应该来说 大部分的数量形容词 大部分哦 它们都可以直接被取代为 这个什么字 不定代名词 听懂意思吗 它都可以变成不定代名词 或者只定代名词 特定代名词 它可以当成代名词 去替代 刚刚讲的那个字 所以为什么我叫 I like the red one 这个one是什么 就是刚刚那个字 the hat the hat 哪个hat 哪个hat 刚刚的那一笔 帽子 所以说 大部分的数量形容词 几乎都可以直接替代哦 你记得我刚才在写的这个表吗 a and one a few some a lot of many any 这些字 都可以取代代名词 不定代名词 不定代名词 这个一般人好像没有人愿意用这种操作的 所以你在读到不定代名词的时候 我知道 只定代名词 this that this the 不定 不定的多了 我们可以背一下 不定有哪些 老师用背的 a and one 还有什么 another other the other others the others some any much 很多 为什么我可以背得这么快 因为我只背 我不是背不定代名词 我是背所有的数量形容词 我把它反向背过来 就变不定代名词了 所以这是一个逻辑 这是一个逻辑 有的人 他其实不知道这一块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所谓的数量去取代 我们可以把所谓的数量去取代成 上面想要问的那个问题 上面想要问的问题中 所带到的这个先行词 这个名词 我们可以用数量的一个概念 把它往 把它用一个代名词来去做取代 例如说你想要吗 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国籍 你听听看 Which hand do you like? 哪顶帽子是你喜欢的? I like the red one 我喜欢红色的那一顶 那翻成中文是红色的那一顶 哪一顶?帽子啊 哪一顶?帽子啊 难不成会变成衣服吗? 对不对 哪一顶帽子是你喜欢的? 我喜欢红色那个 那你讲红色的那个 那个是什么? 就是帽子啊 不然是哪个 我希望 所以有的人一戴就听懂 有的人他还是听不懂 那我没办法 那个必须要把中文重修 不是把它修英文而已 你讲 Which bag do you like? 哪个帽子是你喜欢的? I like the blue one 我喜欢蓝色的那个 哪一个? 帽子啊 对不对? Which clothes do you like? Which dress do you like? I like the black one 哪个礼服是你喜欢的? I like the black one 我喜欢黑色那个 黑色那个是哪个? 礼服啊 这怎么可能是变成别的吧 有的时候我会跟同学们讲 换个角度想一想 你就了解了 所以通常 一样啊 我们用这个那个 这些那些 这件那件 这两件那两件 这三个那三个 是不是有给你一个数量的感觉? 是不是吗? 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数量 形容是它可以变不定单的一次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我希望同学们 这一段如果不懂的 也可以问 所以今天一开始 在这一段 Which hat do you like? Which hat do you like? I like the red one I like the red one Which hat? 所以这个叫什么? 限定问题 我限定我的问题 停留在hat这个地方 我想问的 就是关于hat Which hat do you like? I like the red one 所以这次看到 red 是一个形容词 I like the red one one 就代表刚刚的那什么 那一顶帽子 one thing one thing one hat 或者the hat the one 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K Is this one 所以你看看 这边一号 它把这个一字往前移 Is this one the same? Is this one the same? 这边又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字 这边又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字 这个字什么字?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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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Sam 就知道字典 什么意思? 形容词 代表相同 代表相同 所以这个句子算不算一个特别句型 我们来做个交叉比对 Is this one the same? No it's different 我们先讲第二个句子 我们讲一跟二号 二号这个句子 说实在比较简单 为什么? 它叫 no it no it is different no it's different 当然我们知道different是形容词嘛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在语法上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是用主词 加b动词 再加一个形容词 记不记得老师讲过b动词的简单句型 主词加b加名词 主词加b加形容词 这个是简单的 主词是个什么东西 主词是个什么样子的感觉 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容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主词b 形容词主词b名词的句型 so it is different 这是一个简单的 但是 我相信 有些同学们看到上面这个句子 我们把上面写成肯定句 this is the same this is the same 同学们觉得上面跟下面到底差在哪里 哪个地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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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如果你不愿意去想 看似很简单的句子 看似很简单的句子 其实 语法上 它是结构上是有一点点 两边是完全不同的走向 两边是完全不同的走向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那 different different 需不需要加罐子 不需要啊 因为它不是名词啊 何必要加罐子 你不要注意到 真正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It is Sam 为什么It is the Sam 那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有的东西它其实 我会注重小细节 不会注重小细节 就是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你在Sam这个地方 你去翻字典的 我相信它不会是名词吧 对不对 它就相同的 相等的 但是为什么它加了的 为什么加了的 为什么 我相信啊 如果要跟你讲一个为什么 这才是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讲句子的时候 我常跟人家同学们讲 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一点点小细节 一点点小细节 你要去克服一下 克服一下 Is this one the same? Is this one the same? 然后你把这个什么one补上来 然后俱为 它才可以成立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可以说 This is the same This is the same 是什么的所写 知道吗 This is the same one的所写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口语化是比较快的 one this is the same one 那one又是取代刚刚什么 the什么 the one the one hat the one hat the one就是刚刚什么 the hat the hat 记不记得克服一下上面这个不去引导出来 上面这句引导出来 one就是这个hat one就是那个hat 所以Is this one the same? 对不对 如果 This is the same one 这个one就是刚刚那个hat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人家写句子 This is the same 他没把one给写进去 这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 因为对外国人来说 他看到the的时候 他就知道你已经 你后面又讲到了一个名词 讲到了一个名词 那虽然其实他看到same 但是他其实有的人讲得快一点 或者我们讲说他这口语化太严重 This is the same one This is the same This is the same one This is the same 但this is the same 讲久了 他可能真的忘了把one这个必须要加进去的这个词 加进去 因为same并没有名词的意义 只有one 他因为不定代名词 所以他才有名词的意义 所以你才加什么 the 就好比说我们讲 It is different 你不会讲 This is the different 对不对 你听懂我意思吗 因为difference不会加the 只有difference才会加the 听懂我意思吗 difference不会加the 这个只有什么difference 我希望同学稍微了解difference是他的名词 才会加the difference 你不会加the difference 你才会加the difference 希望今天这个稍微脑力激盗 有些同学们因为他的语法比较程度高一点 那你今天听这个大家可以听得比较舒服一点 那你比较语法能力 比较普通的可能我这样讲 它可能会有些困难 所以我们就来看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观点在哪里 所以这个which hand do you like? I like the red one 这个one取代的就是前面的hand Is this one the same? 请问这个mouse the same? Is this one the same? 这个the same为什么这样用 我刚才也引导出来 this is the same one 所以我们用the same去取代the same one 对不对 No, it's different No, it's different 千万不要用the 因为这反而是一个简单的b句型 好,再来就是 What about this one? What about this one?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快速的反问句 What about What about 记得我们讲What about How about 之前就有教过这一段语法 我不再强多教了 有做笔记 应该都知道我这一段怎么讲 So what about this one? 所以这个又怎么样呢? Yes, it's the same No, it's not 所以你看看 这个地方又用了吗? Yes, it's the same No, it's not the same 所以你为什么可以用the same 其实你的句想它就是the same one的缩细 the same one 但是它没把one给写出来 Yes, it's the same one No, it's not the same one No, it's the same one Yes, it's the same hat 你可以直接把hat加圈 Yes, it's the same hat No, it's not the same hat 是不是 所以你看 It's the same 你会把hat加起来 你可以把one加起来 它都可以比较正确的把这个句子讲出来 We want these hats 我们想要这些帽子 We want these hats 我们想要这些帽子 所以我说今天我们交到这个不定 所以数量行动只带出不定 给大家一点想法 OK,我们来看今天的生辞 生辞就带来这样 那顺便我老师也讲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样子 blows,blows,blows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怎样 ou这个组合 记得au,aw,ou,ow 天生它就有两个音 要么念aw 要么念aw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组合音的时候 天生这四个组合就可以念这两种音 它没有什么技巧面 因为你也不要去想说 它有什么特别的突破的方法 我一看到我就真的能区别 它知道是念aw 还是念aw 或者是一定会念什么音 这是很难的 你很难去 像我们讲ow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音 念什么 aw 对不对 我讲 ou其实也有另外一个音 它可以念aw 所以我们在讲 你只能透过大量这样组合的形式 然后你大量的去 把它选边站 选边站 那把大量这样组合的音多看几遍 去产生你所谓对这样子的组合音 对你的反射的一个效果 当然如果你纯粹是想了解为何它一定要这么发音的时候 其实它有很多逻辑 如果你问老师 其实老师建议 如果你家里没有一本大音百科全书的话 为什么它在发音其实讲老师的话 很复杂 有的时候是因为它的磁性 有的时候是因为它的原声 原声是不同的语言过来的 又不同的做法 所以其实发音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course 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course 美国人的话 如果你不是英语主修 如果你不是英语系毕业的 而且你英语 读英语时没有 没有major major在这个语言语言科的话 那你根本连音标都不会看 你也不会学国际音标 那你更不可能了解 为什么这些词 为什么这样发音 因为老师就是在美国读书 所以美国人确实不看 看不懂音标 确实看不懂 所以他们都是用自然拼读 I'm 100% positive but there's no phonetic at all 所以有的时候你去 你要训练自己 为什么 这些词这样发音 所以第一个blowns blowns 那o-c-k呢 它今天有什么 o-k o-k 所以我们就这样很快的 第一个 这个是什么 vow diagram 第二个是什么 closed syllable 它是关闭音机 第三个o-e o-e 知不知道 其实o-e shoes shoe 它念u的时候 就已经是破音词了 因为你在o跟e 你找不到u这个意义出来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o它的长远念o 所以你把它最后面的u给取出来 并且把它拉长一点 就念什么 shoes short o加r 双圆 or pants closed syllable 圆符符 关闭音节 pants shirt 圆加r 我们用圆加r 我们用什么r color r color 耳音 耳音化 所以它念什么 shirt 所以 我来讲一个简单的逻辑 我相信同学们 听听看老师 如果我用正统一点的自然评读教学 看你能不能知道我在讲什么 ir r color r color long r shirt dress closed syllable short short dress skirt r color long vowel skirt one side word short vowel en one sam vowel consonant e long vowel sam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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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识明的if是什么 the first syllable it is the close syllable short diff different stripped stri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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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字就复复了 这个字 这个字就复复了 为什么 因为 你要先搞清楚它的原来字是striped striped 还是striped striped 有的时候你遇到这个字 就比较特别的 到底它是striped 还是striped 因为它这边加了ed嘛 我们这一结尾 字如果加ed 它就直接加个d到后面 但是你就不太了解 它原来的是striped 加了ed 还是str ipe striped 这就是这样的字 就是我跟你称的 质量上的问题 质量上 因为你必须还要先了解 它到底是striped 加了ed 还是striped 去e加ed 有听懂吗 因为这两个差别很大 如果是原来的字 没加ed前没有1的话 但是striped 如果 有1的话 念什么 striped 听懂我的意思吗 striped 所以有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容易讲好 在子兰拼读 还是需要判断 checked checked they are closed syllable short checked checked played Val diagram long played poked pokedot first syllable closed syllable short pok pokedot and Dot closed syllable short ah Dot red closed syllable short red blue Val diagram Long variant blue black closed syllable short black white Val consonant ee Long white Yellow yellow closed syllable short and yell ow ending long o 所以这样子教学其实 听起来好像很合逻辑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一般的同学我相信他 自然拼读没有到一定的基础的时候 我这样教他其实很吃力 因为他不了解 我听起来很简单 OU 双圆 O O Val diagram O BLOX SUX Closed syllable short SUX SUX 所以 在国外的教法 他其实念得很快 他很快就告诉同学他只要去讲 这是closed syllable 他就反应过来 就是short 他就讲这个是什么 Val diagram 二合圆音词 破音字他就知道 乌 这是因为他有个概念 他知道 自然拼读的最主要的几个规则 就是什么 closed 关闭音节 open 开放音节 所以closed 就是short open 就是long 还有如果在音节之中找到两个原因 组合起来 他们就叫什么 Val diagram 所以当他讲到Val diagram的时候 同学 他 老师们通常是这么教 老师如果翻成中文就是 同学们注意一下 二合 他们就是OK 这个是O 关闭 同学们就知道O 这个是短 开放 他这个他叫二合破音 O 对对 二合破音 那我就不要 我就直接记他是二合的破音 二合双圆 OK好 我就记得这是二合双圆 eng 关闭 O 那关闭 closed 那我就知道这个是短 IR 双圆 耳音 OK好 那我知道这是IR 并且是耳音 还是记得一下 ESS 关闭 那我记得这是短 所以 很多人不太了解 即使在学校中 其实在学校中 有些同学 有些在学自然 自然拼读同学们 他们会问老师 老师 这个字 Why is short shirt skirt 那老师就问一下 because it is all color because it is all color 所以同学问 Oh all color OK I know 对不对 because it is all color or 所以他们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耳音化的IR 知道吗 好 那这是今天我稍微带了一下前端 所以说 这个自然拼读 其实在国外是有它的学习方式 那当然我们还是一样去讲 怎么判断这些 OK 好的我们今天一开始 教了一些 那再记得一下 我们就一下今天 一开始的语法的一个复习 Hooch 加上一个限定词 Hooch 加上了一个你想要问的那个名词 然后你可以用 Do the 加主词 喜欢什么 你可以用这样 Hooch 什么东西 Do you Do I Do they Like Hooch 什么东西 Does he does she does eat Like It's the same It's different 为什么 same 加了the 为什么different 没有加 就是记得吗 就是the same 你后面要不要加个万 你听懂我意思吗 那想到这个万 我就想到数字了 想到这个万 我就想到数字了 想到数字 我就想到数量形容词了 想到数字 我就想到数量形容词了 想到数量形容词 就是 我又想到这样的句子 我就想到什么就是数量形容词可以替代代名词 为什么这些数量形容词可以替代代名词 我也想了一下 所以你今天就把这个环节 今天讲这个环节 Is this one the same one 所以你除了造句子 Is this one the same 你也可以造另外一个句子 就是Is this one the same one 所以有的时候我没有写one 你可不可以不写回去 可以啊 所以千万不要去光是背这个句子 Is this one the same 可是你却不知道 原来它是从Is this one the same one 这个句子所写过来的 如果 我不知道有的同学们听我在教这个语法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因为老师很特别 我每次都在研究别人的语法 那我都在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然后我在写 我通常认为了 一般人读语法读不通 就是因为他们学到的是简化 你学到简化的 可是却没跟你讲后面应该补个万回来 所以你会在某些逻辑上 慢慢的 今天有一个人少给你一个字 另外一个人又可以少给你两个字 一直少给一直少给 然后一直跟你讲 这叫特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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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得了什么叫特例 就代表说 你读到太多很懒的文章 就造成你自己也不了解 如果你不想懒的话 又该怎么写 这是我对语法的一个看法 就是有的人读了一些比较进阶的文章 可是这些进阶文章 并没有告诉你原来的文章长得像什么样子 你听到我的意思吗 好像原来的文章有一千个字吧 他现在变成980个 少了80个字 你也不知道哪20个不见了 那下一个人看了这个980个字的文章 他又写个960字或940字的 他又少了 因为他不想原文造钞嘛 所以又少了是46这个字 那你又读了这个人的文章 那你根本不了解 为什么这文章这么来的 他本来是一千个字嘛 你现在读到你手上 剩920还是910 还是800还是700 那之后你读这种简化版的书 简化版的文章 然后你就不了解 原来他原来的写法是什么写法 那你就一直在学大家所谓讲的特例 特例特例 特例到最后 到底对还错 谁知道 谁知道 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是给你一个想法 多过于 在这边一直教你背规则 其实还要重要多一点 来我们现在回到前面这地方 OK好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生词 老师来念一下 在双圆的时候 啊 啊 啊 bl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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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啊 啊 su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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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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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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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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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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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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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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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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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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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Dress R Skirt N One A A A Dissam Dissam I I Different Different I I Striped Striped A E E E Checked Checked E Pl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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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Ah Pocka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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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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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Red Red U U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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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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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hite White E E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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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 Blouse Sucks Sucks Shoes Shorts Shorts Pens Pens Shirt Dress Dress Skirt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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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e The Sam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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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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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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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ed Played Pockadot Pockadot Red Red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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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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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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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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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哈 來我們現在要找一些同學 來試試看哈 來 在前面這個地方 Whoch head do you like? I like the red one Is this one the same? No It's Different What about this one? Yes It's the same No It's Not We want these hats This is the dog Whoch Blouse Do you like? I like the blue one Do you like this? Is this one the same? Yes It's the same Whoch Sucks Whoch Suck Do you like? Whoch Sucks 但是Sucks 比較不適合用Whoch Once 然後 你就one變once 所以 你試著不加S 所以Hooch 那我們試著就不要拿這個有複数的來造 因為你造起來會比較特別 又要用另外一個用法 我們就找這個Skirt Blows Dress Skirt Suzukara Whuch Shirt Do you like? I like the I like the black one Is this one the same? Yes It is No It's not Whuch Dress Do you like? I like the red one Is this one the same? No It's not It's different Whuch Shirt Do you like? What blouse do you like? I like the black one I like the black one Is this one the same? Yes It is It's the same Which blouse do you like? I like the red one I like the white one Is this one the same? No It's not It's different 所以你可以隨便找 用 blouse Skirt Dress Skirt 你可以用到 The same Different 你可以用到 Red Blue Black Yellow 試試看 有同學們想要來做這一段嗎? 還是今天這一段較困難 有些同學是固定不會上來表演一下 但是老師這喉嚨也沒辦法一直泡轟 一般在外面教學可能教個一個小時 請老師們就可以休息一下 上個廁所什麼 十分鐘後回來再教 但是有注意到 老師早上課都是廉價兩個多小時 喉嚨也是會受傷的 我們同學要做這一段 Which hand do you like? I like the red one Is this one the same? No, it's different What about this one? Yes, it's the same No, it's not We want these hats 我想要 有些人想要做嗎? 就想了半天 Brian很害怕 都只有他了 哈哈哈 來吧 來吧 Brian你來試試看吧 我把它跳回下一頁 What blouse do you like? Which blouse do you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the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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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I like the blue one Is this the same? The same? Yes, it is No, it's different imagined 歡迎 person Hi 狂 國 我們 I like the white one I like the white one. Is this one the same? Is this one the same? Is this one the same? Yes, it is. No, it's different. It's like different. Different. I like the yellow one. I like the yellow one. Is this one the same? Yes, it is. No, it's different. It's different. 跟我念一下.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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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停的音有點要假一下. Different. 所以這個地方有的人會念的比較像R音. Different. 因為它其實嚴格來說它是R and Rant. 兩個合起來. Different. Different. 所以你看到它雖然只有寫一個這個. 這個我們念Different. Different. Different. No is different. No i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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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你可以嘗試Diff這個地方念Diff. 然後Rent. Different. 然後你把中間那個念短一點.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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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好,再來就這個念什麼? Different. 然後這個念Dress. Dress. 你要念As.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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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Dress喔. 你有一點異音了.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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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erent. 然後這個我們通常會念Sam.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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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the same. OK. OK. 因為你如果你不是念Sam. It's not the same. 那你聽起來有一點這樣. Sat.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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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the same. It's different. I like the same. 所以你試試,你乾脆試這一句好了. Dress. Dress. Different. Ummheh. Which dress do you like? What dress do you like? I like the Blue dress. ją Coordinator 用詞 No, it is different No, it is different 不是it different it is different 就是different這個字蠻好玩的 它有different,different,difference 對不對,三個不同 different,different,difference 所以如果你念itdifferent的時候 人家就想哦,難道different變動詞了 所以it is different 好,ok好,那我把你放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練一練應該就ok 還有這些試著把這些形容詞想想看 怎麼跟這些 i like the blue one i like the white one i like the yellow dress i like the yellow socks i like the yellow shoes 你自己可以組合一下 ok好好玩 ok好,同學們還是一樣 有沒有人願意做這一 也想做這一大題的 那當然老師發現早上時間 似乎除了承認 好像也不會 我本來以為說暑假的時候 或許還有一些小小一點的小孩子 或許會想練習 不過忽然間發現了 我們越教越困難 可能小孩子也快不適用 還是一樣 今天在第43課 我的理想化的話可能就帶到 帶到我可能也快接近100 因為我抓不到一個準 因為我是邊邊邊邊寫 好,那當然這個地方 希望同學們各自努力 就今天有教到了一個叫做 固定帶領的概念 然後我也教了一些 數量形容詞 那也希望說 我們那個升值量表 有個3150個 減學到字就把它勾掉 你慢慢發現 你會慢慢發現 我們用到很多字 慢慢的就把它一個一個拿掉 很快的就會結束 好,那我們今天要教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發音 在自然拼讀中 是有這麼一堂課 Inflational Endings Inflational Endings E-D and R-N-G E-D and R-N-G Inflational Endings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會被影響到的一個E-D結尾 會被改變一個句子中的 結構性的ING結尾 很多讀書們在問 自然拼讀到底怎麼回事 那我看到的一個環境 是不被允許的 具體來說 我們在 在我 台北這個地方 我們在學這個自然拼讀 很多老師都不會教 也不想教 也不想把自然拼讀的所有的規則 都交出來 所以我們就交個一朝半四的自然拼讀 其實自然拼讀規則還真不少 沒有像想像中的這麼簡單 我再講一個重點來了 自然拼讀規則是把一個更複雜的 一個發音的一個程序 把它簡化了一點 把它簡化了一點 當然有的人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一個文章可能有一千個字 有人簡化過之後 變成九百個字跟你講 這九百個叫精髓 你不需要背到一千個 那有人就說好棒好棒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從一千個變成現在只要背九百個了 下一個老師又說 這九百個字之中 我又發現有八百個字比較重要 我再幫你拿掉 剩下八百個更重要的 你一定要讀 同學說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原來這八百個比較重要 那就再讀這八百個 下一個老師又說 哎不對了 我覺得這八百字中有六百個更重要 你那兩百個可以不用記了 這六百字我們就叫keywords 你開始六百個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那我蠻想問這位同學 請問你到底讀的是哪個老師 用去替哪一本書去做簡化的動作 那你到底讀的是簡化版本 還是你讀的是原始版本 那原始版本你有看過嗎 還是你就是只想讀這個六百字或四百字 或三百字 兩百字 一百字也好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原來那一千字到底是重要還是不重要 還是你覺得被簡化過的這個三百個字 九百三十五 七百三十二 到底哪一個好 就像我們剛剛教的the same 你知道the same one the same 是the same one的書寫嗎 那如果你沒有人教你the same one 才是正確一點的寫法的時候 那你一直講the same the same the same what the same what 在語法上 如果你會犯一個小錯 你之後就會犯不停不停的類似這樣子的錯 這是老師給你一個簡單的一個解讀 再來在自然拼圖中 我們常常我剛講過我們最常用到的幾個主要的邏輯 例如說我們有什麼closed syllable open syllable 開放音節 關閉音節 還有沒有bio diagram 二核母音 二核原音 或者我們有single volume 單元發長元 所以我們有很多技巧面的方法去學自然拼讀 那其中有一個比較困難一點的 就是我們叫inflational endings ed and img 當然呢你必須要了解 為什麼會有ed跟ing ed跟ing 照老師在講這個語言的進步 最早以前 如果你去找一些什麼古典文學的話 還沒有ed跟ing這兩個結尾 這兩個結尾是後代 後面 後面開始 英語開始進步之後 所多出來的兩個規則 一個我們俗稱叫做過去式 過去式過去分次的ed結尾 以及我們講的進行式中的ing結尾 對不對 沒有錯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名詞化動名詞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我先講 這古典的東西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所以說既然多了這個 它就有它的規則 它就有它的規則 所以我先講一個 inflational endings ed and img 它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容易見到的一種變化型 非常容易見到 我們也可以稱它叫什麼 suf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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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根 它也屬於尾根 不要搞錯 ed跟ing也是尾根 所以有的人光知道它是一個變化型 就是它是一個加了ed變成過去式 加了ingb 現在進行式的活動 加了ingb 動名詞 或什麼也好 其實你要顧慮到一個點 ed跟ing是被編入在根裡面的 算根的一個 打開自己眼鏡去看就知道了 所以在ed的這個概念 ed既然你會拼用ed 但是你就要去想 它是原來的字變出來的 原來的字加了一個ed變出來的 所以它的發音 你要去了解 所以我們常見的一個概念叫做 某個字加了ed 某個字加了ed 我們看那個字的最後一個字 到底是有聲無聲 我們就決定這個ed ed有幾種發音嗎 要嘛發出d 要嘛發出什麼t 要嘛發出eat 在國際印標中 它比較容易看出來 這個ed這個形式 到底變出什麼音 ing就簡單了 ing就簡單了 因為什麼東西加了ing 什麼什麼齒加了ing之後 這個ing只會有一個發音去念什麼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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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難的是難 難的是ed 因為ed確實有三種音 ed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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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到的就是ed以及ing的一個發音形式 好那既然講到ed比較困難 那我們ng就簡單多了 它就念ing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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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比較簡單 我們先注意堅持一點 當你遇到ng結尾的字 注意啊 我們會假設這個g不發音 那是連續念兩個n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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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人知道兩個n合起來就變成一個這個什麼 嗯 嗯 嗯 所以這個符號就相當於是n的extension 所以這個什麼 extending n extending n extending n就是延長的n n 延長的n 所以你就念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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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啊 當你念嗯 或者嗯 不管你是念嗯 或者你念嗯 嗯 其實它念起來是非常像的 是你有沒有做一個延長的動作 有沒有把它的音拉得更長 拉得更深一點 所以這個技巧沒有是很難去訓練 到底裡面那個嗯 嗯 夠不夠到位 夠不夠符合啊 那個區塊的人啊 不管是東美還是西美 他們對念那個音的 到底有多延長 到底多到位啊 等到鼻音要多少鼻音 這都很難去取決啦 因為我我常跟人家講一句話啊 我們的鼻子跟舌頭構造 跟外國也不是不盡相同 所以你要怎麼去念它的音 你只能揣摩啊 重點是你要了解這個音 它的本質是什麼 它的本質啊 本質就是嗯的延長音嘛 嗯嗯的延長音嘛 對不對 那你要多延長多重啊 比喻拉多少 這個這個我 這個老實講說不出個準啊 說不出個準啊 我只是說盡量你就多練習 音音音 Fishing Eating Running Running Eating Eating Fishing Fishing 你只能一直不停的練習 C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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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停的練習 那個結尾 那個步 那個節奏 那個步調 所以ING 也就是注意一件事情 也就是當我們講 我們最常見的ING 或者NC NK 組合 所帶出來的 Va 所帶出來的Counciler Diagram 二合輔音 N NC NK 就念什麼 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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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 就帶出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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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质量 还有你一直 同样的音 一直不停的念 一直不停的念 你可以得到 一个反应时间 比较快 所以我跟你讲 长篇文章中 如果有一大堆ED的话 你哪有办法去 快速的去分辨 它前面那个音 到底是左音 还是轻音 还是什么 快速文章时 其实它就是反应 你常念的 你就念的比较顺 对不对 不炒面 你就可能听 appealed 停下来 appealed 对不对 boiled melted 对不对 melted 对不对 melted around 对 running 对不对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你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说 这个每一个 不懂 然后你慢慢 好 那我们现在来先操作一下 来操作一下 来 我们先来找出 每个字 在没有ED跟ing的情况之下 在没有ED以及ing的操作模式 那老师先来记得一下 讲到字蓝拼读有四个字 哪四个比较特别 就是CQXY 讲到字蓝拼读 当你遇到生词中 然后来做个操作 当你遇到生词中 他有CQXY这四个字幕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停下来 因为CQXY C通常我们有CXY 我们写 C我们也可以写 QQ通常搭配 U我们会写 酷 ACXY通常停下来 我们写 CUS 或者是 GTS 好 我们写 CUS 或者是 GTS 这两个音 当然 Y的话 我们通常会写 J这个音 所以他把国际营标中的ye这个音给拿走 因此当你的字母中 如果用到j这个字母时 你就可以写出国际营标中的je 先记得我们做个复习 cqxy遇到的时候 我们先停下来 想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生词 我不要去看ed跟ing 所以他原来那个字是什么 p-e-e-l p-e-e-l 所以你发现它是什么组合 e-e组合 第二个 boiled boiled 什么组合 o-i组合 melt melt 不要去看ed什么 el-t组合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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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ed还是什么ow组合 r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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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ing它是ai组合 sp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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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ed它是irl组合 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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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ing它是ea组合 fishing fishing 不看ing它是i-s-h组合 c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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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ing它是open syllable y组合 因为cry 没有其他的 没有a-e-l-u 它只有y y组合结尾 vile open open syllable 开放音结尾 之后长远 好所以第一个判断 就我们在讲今天在讲ed跟ing 但这个在自然评读中是一个 自然评读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学习环节 就是你今天开始 你稍微了解一下 当你有一个字 当你有一个生词 它配合了所谓的尾根 尾根就是什么 suffix suffix 当然我们在讲尾根 suffix 配合尾根是 你怎么把它的root给取出来 再加上它的根 你怎么把root取出来 再加上它的根 再加上它的尾根 去做一个搭配式的 搭配式的一个发音方式 好今天在学的就是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没有听到同学 我建议他真的 因为老师一直强调 我们的课子会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多需要学的东西 希望说能把大家 在这基础课程中真的搞懂 什么叫自然评读 真的搞懂 什么叫国际音标 真的搞懂一些语法的基础 当然有的人会 以我的长期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在教书的过程中 真的就是很多人 他是一开始听起来 简单的他愿意听 稍微难一点 我们把难度往上面 好像那个音响 本来是开一跟二 现在大概开到四五六了 这有人觉得蛮大声的 再往上开看到八九十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太大声 承受不了 我现在还没有开 我感觉 我这么感觉 因为书是我写的 课是我定的 所以我现在感觉我们的难度 应该是目前 应该照我来看的话 大概在我能教的范围中的难度 大概按百分比来看 大概在二三十吧 二三十啊 所以我不知道 我真的把它往上拉 再往上转的时候 有多少人能承受 就是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很复杂 所以老师也不知道 就是说 太简单的一直教 人家会不会受不了 我觉得我都不不往前 可是我可以也明显的感觉到 当我往上面一点挑的时候 又太多人觉得太难 这个是很两极话 就是你教简单时 他想教你教难一点 他在开始慢慢往上拉的过程中 今天拉到四十三克 我也感觉有一点点小小的一点 深度 可是就发现很多同学就不敢回答 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我常常在外面有人请我出去教书的时候 我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跟同学讲说 我现在在教简单的 到时候会变难 很多人都不相信 说能多难 能多难 这个还真 真难抓得出来 好 那我们来先还是一样 所以试试看 PEEL 那你看看他的EE 对不对 EE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复习 我把这个讲 因为写太多字 我把它重开一下 重开我就不用查了 OK 好 那我们试试看 PEEL 所以我们先看 记得 我们讲操作自然的评读 A E I E E U A E I E E E U 在短原的时候念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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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E 长原念什么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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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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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